快带来了 让开 有破诊 你本人就是破诊 世恩只知道你的祖父 不是你的亲祖父 而且对你极其严苛 而我却知道 他才是你唯一在乎的亲人 倘若你的祖父真的死了 你还不得吐血三生 衣服不换藻 不洗劈头散发 浑身散发这恶臭 而现在的你 看似一般的悲痛欲绝 太一般了 骗得了旁人 骗不了兄弟 自作聪明 不见得是好事 明知道这是一滩浑水 还敢搅进来 不怕我找你麻烦 好啊 日后 若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一定开口 宇文家族的近亲搏杀 我还能应付得了 其实 我特别不愿意 掺和家族内斗 而且我也看得清谁是虎包柴郎 只是不愿意与他们为伍罢了 我只愿意做西域草原上空 自由盘旋的鹰 你呢 你想做什么 我的选择 从来都是别无选择 对了 听说宇文玺要亲自登门拜访 你这个悲痛过度的青山院少主人 而且要借着长辈的身份 往你床上塞人 小心啊 这么大的宴符 到了你宇文玺这儿 就这点反应 你告诉我 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是甜得像麦芽糖一样的小女孩 还是哪家高贵的高雅小姐 难不成 是青楼里的西域小辣椒 女人 我同样没得选 那那只小野猫还好吧 冷公子够冷 这不是宇文家的疗伤密药吗 我的了 世子 这药很名贵的 我们家公子都舍不得用 我舍得用不就行了 小辣 这个是什么呀 这就是枝香姐替六姐保管的药井东西 你怎么还没给六姐呢 你知道什么呀 这个东西 可能和六姐的身世有关系 如今 五哥死了 知香姐也死了 小八 难道你不希望六姐找到自己的亲人吗 我可没这么说 六姐 你回来了 六姐 你的那个 这就是奴婢们的起居啊 是的 是的 常来啊 没有啊 让开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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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我带走 干什么你们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抓我六姐 对啊 宋大娘失踪了 昨晚有人看见你们在湖边起了争执 我怀疑这事跟你有关 我得带你回去松松金谷 说说实话 靖小六 我劝你老老实实跟我回去 不然 你这两个妹妹 可就得吃点苦头了 四六爷 您这是哪儿的话啊 您也说了 我们只是几个小丫头 宋大娘不见了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她逃跑了吧 您抓我们回去问话 您问什么呢 再说了 想抓人走 是不是得有个证据啊 就是啊 爷抓你还有证据吗 爷说的话就是证据 大老 诺 好大的口气 小的叫训奴婢 惊扰了燕巡世子 不惊扰 倒是你这么大的气魄 让本世子刮目相看啊 小的惶口 惶口 好 不如 你也来教教我 不敢不敢不敢 前些日子 有人送了本世子一匹千里良居 足不见土行月飞禽 乃马中之极品 不过 今日却发现 早上起来萎靡不振 无精打采 问了大夫 说是天气太热 本世子断 一定是有什么人 嫉妒本世子拥有如此之良居 背后做了什么手巧 你断呢 那那世子爷说的 肯定是对的 那一定是背后 有人做了什么手巧 世子爷 明鉴 明鉴 那就好办了 你们两个 把它拖出去 仙杖一百大棍 若还有口气 都还来见我 不是 世子爷 世子爷 您为什么要策发小的 我的马被人害了 本世子断是你所为 理当处置 世子爷 小的连您府上都被去过 怎么可能是小的所为呢 世子爷 您不能无凭无据 就冤枉人啊 抓你还需要证据啊 爷的话就是证据 还愣着干嘛 奉勉 就地正法 世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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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我再也不敢了 世子爷 我求求你了 世子爷 静静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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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我错了 亲家姑娘 世子爷说了 让你快滚 怎么 不想滚 封眠 在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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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去 去替本世子侦查 诺 别去 待会被管事的发现 又得挨一顿马 世子爷 如果您想喝茶 就请去上访 那里自然有好茶好水伺候着 我们几个只是卑微的小奴婢 没资格给世子爷 端茶递水 好 我不管 我 我 我就在这儿等着 世子稍等片刻 奴婢这就去契察 走啊 还是你这个妹妹有点眼力见儿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 算上今次 我已经救了你三回了 奴婢多谢世子爷 你到底怎么了 哭散个脸 搞得好像本世子欠你钱一样 奴婢哥哥心丧 姐姐一搜 就连奴婢自己刚刚也差点丢了性命 如果烟熏狮子 是想听奴婢说玩笑话 请恕奴婢今天没这个心情 这是驱八生机的良药 你留着用吧 明明只救了我两次 这边 放这儿吧 放这儿吧 好嘞 住这儿 你 你 这儿 你 你 你 我 不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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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东西拿过来 诺 齐老太爷到 十多年了 十多年还是这个样子 这青山院一点都没变 还是当年这个样子 当年我大哥坐在这儿 就这个位子 我二哥呢坐在那儿 我呢就坐在那儿了 现在大哥也走了 二哥也走了 剩我一个人了 我不是说您的 书祖父今日到此 所未何事 来看你啊 你祖父走了 这青山院没主人了 是吧 你孤零零一个人守着这么大宅子 我怕你被人欺负啊 叔祖父多虑了 虽然祖父不在 但还有我 这亲身院的奴婢们 还算听识问 不劳你费心 话不能这么说呀 你呀 本来是二方嫡出的孩子 十六年前 你母亲因为疯癫 你孤儿有掌房收养 可我查了族谱 这祭祀文术里啊 缺了你生父 诸国大将军的签字画押 那么你这个掌房四孙的身份 就不能算数了 孩子 青山院 你就不能当成是自己家的了 祖父对我有养育值 青山院的事 我还是要管的 青山院 由不由你管 你一个人说了可不算数啊 我说的 当然不算 可若是皇上令我掌管青山院 那我就说了算 生旨到 月儿有贵人主 还特地请下一道秘纸 一个外人尚且如此 我这个长辈怎么能不关心呢 月儿 你年纪不小了 又是青山院的主人 总不能缺女人伺候吧 来来来来 我赏你一个 请先过来过来 月公子 月儿怎么不说话呀 不说话 叔祖父便要帮你做主了啊 叔祖父的一番好意 月儿确止不公 我不仅要叔祖父赏赐的 连二房三位兄弟送的 宫中赵节与赏的 还有这长安各家 占亲戴固硬塞进来的 宇文月都要 青山院很快就会美女如云 您一下如何 不行 你少年人怎么能 这 这这么荒淫的度日呢 身体要紧 身体要紧 我送你一个就好了 长辈们都是一番好意 月儿怎能拒绝的 不如这样吧 与其让我来选 不如让他们自己比试 获胜者进防伺候 一来 不损叔祖父的慈爱 二来 不开罪其他人 你意下如何 你选拔美女我很在行啊 除了锦辛以外呢 宇文府的同铃铛银铃铛也要参加 金水楼台嘛不可委屈了他们 也漏了明珠啊 好 想要参加的都可以参加 你满意了吗 你 咱们 你这里越热烤 我越满意了 如果她不是原家的长辈 我非杀了她 月琪 通知大家 我要挑选世寝毕女 诺 诺 卓老太爷今天下葬了 下人们都在传 是灵溪害的 灵溪哥哥是响姐姐的性命 在他们眼里连一张纸钱都不出罢 要是宋大娘的事 被怀公子他们发现了 我们就必死无疑了 看来宇文府是待不下去了 怎么办呀 月公子冷酷无情 卓老太爷前脚刚走 他就开始选侍寝婢婢了 男人嘛都一个德行 可惜咱们都是带铁铃铛的奴婢 不然我就去参加择选 万一选中了呢 我就在床上结果了他 也好给五哥报仇 唯要进入青山园 才能躲避于文怀的朝阳 保护我的妹妹 才有机会为亲人报仇 先先若早 竟能抵抗万事 就算我是铁铃铛 我也要宠一宠 下一个 你叫什么名字 红山院的人 锦心 也来凑热闹 是习老太爷塞进来的 那习老太爷开金口 公子又不好拒绝 勉为其难 凑凑数呗 好 这种货色还想爬上公子的床啊 锦心 竟然他在这儿待一日吧 反正明天择选 他肯定待不下去 他怎么来了 是啊 他是谁 他就是啊 他怎么来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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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公子 什么事 公子 那个林溪的妹妹京小六 也跑来参加择选凑热闹 还在外头赖着不走了 说你要是不让她参加 她就常规不起 一个铁铃道奴婢 也想参加择选 不自然 她愿意跪多久 就让她跪多久 诺 公子说了 只有铜铃铛和银铃铛 才能参加这次的择选 你一个铁铃铛 再这么跪下去 也没用 你一个铁铛铛 好 看你弄熬多久 好 看你弄熬多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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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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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就是那个老坏咱们好事的丫头 参加侍寝婢女选拔 京小六 这小丫头 把她给我办了省得节外生枝 公子 属下还有一事禀报 说 诺 府中厨子向属下汇报 说宋大娘失踪当晚 京家三姐妹在湖边 与宋大娘起了争执 之后就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禀报 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打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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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属下不敢 属下不敢 属下就是觉得公子最近太忙了 属下不敢 行了 别说了 就你那点花花肠子 我还不知道啊 没有 不 不 不 公子开恩他 公子开恩他 这小丫头 连宋大娘都敌不过她 也不是什么一般人 公子 多谢公子 公子 我觉得 锦竹如果在语文学面前不成功 我们就让京小六上 把她当作一张牌 把她当作一张牌 这小丫头 还有呢 宇文月杀了她哥哥林夕 她定会找机会报仇 就等着看好戏吧 你出去都不必杂 helo 你说今天她的爱 谁能命呢 那可是不好啊 姐姐 还是你长得比较出众 班达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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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好人 这些好人 这 自由啦 自由啦 这个放走啦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你这么赶紧想起来 什么身份啊 是啊 怎么想的呀 真是 不行 你敢动我衣服 胸子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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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穿成这样 成何体统啊 快点跟我去换衣裳 公子 这丫头虽然武功全无 但是身手敏捷 没有废招 果然是练武的好劈子啊 这丫头虽然武功全无 但是身手敏捷 没有废招 公子 这是三房习老太爷送来的名单 吹拉弹唱 取义成欢 无所不惊 您印象如何 我要的 是侍寝毕履 不是青楼花魁 公子有令 今日择选 挑的是会烹茶 会伺候笔墨 董伺候初浦齐的 总共三场比赛 连输两场者淘汰 赢到最后的家世一场 决出胜负 白棋先下 黑棋也可以先下 下呀 明天 Jesus 明天 最后的大区 根本就已成为 导致 人生人 吃什么 好 卢 你们为什么不动 我不太懂 不懂 不懂你就出惨了 不是还有两句吗 嗯 嗯 嗯 那些外来的剑币 他们点茶的手艺 哪能及得上姐姐你呀 你赢定了 可不是吗 我的点茶手艺 可不是白雪呢 下一批 给您咱们 妖怪 谢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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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去去去 赶紧走 叶吟世子 你们两个跟我进去吧 世子请 两位姑子请 好 茶道 首先是水道 饮茶先则水 这丫头懂得用新鲜的井水 颇有竹林饮食的气质 不俗啊 冷公子 今日你面见红侠 命犯桃花呀 那世子 还不赶快赏花 看座 恭敬不如从命 好 他也不赶快赏的 完成了 天启 ,没有继续 好 我 渣度 你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茶是谁泡的 是奴婢 告诉我 这杯茶是用什么手法泡出来的 公子请看 奴婢已井水泡茶 但日中之水 火气过于旺盛 所以奴婢就用银丹草顾虑了一下 去除了过于旺盛的镇武火气 好 胆大心系 献血献外 这一局 是不是该他胜啊 世子金口玉盐 就这么定了 太好了 连书两局者 马上离开 下一题是什么 这是一段梵文佛经 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来记忆 再一炷香的时间来默写 看有谁能够一字不差的 把这段梵文墨写出来 这么差 这怎么办 怎么办呀 六九都不识字 是 你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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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有 四 之间到 你晚安 coment 记得映 是 他 我们 他们 一下 我们 拥战 这药都干嘛呢 公子 他明显不会写字 也不知如何握笔运笔 但现在 他显然已经开窍了 公子 这便是成绩最好的良夫 这幅是谁写的 是奴婢的 这不可能啊 他刚才一直偷窥别人 最后才落笔 想必通编都是抄袭而来的 抄袭 抄袭谁的 为什么他一字不差 而你们却漏洞百出 说不定 他是先偷窥了这段范文 大胆 这是昨日到访的天竺蝉尸拔陀罗 带来的华言精经文 他首次涉足我大卫疆土 怀音精哥是从未见于世人 你说他作弊 可是说我青山院保管不力吗 奴婢不敢 告诉我 为什么没有署名 说不定他压根就不识字 要是不识字的话 怎么伺候公子啊 奴婢并未听到规则里要求署名 规则只是说一炷香的时间记忆 一炷香的时间墨显 抢词多理 奴婢并没有抢词多理 奴婢只是听令行事 规则是这么说的 奴婢也是这么做的 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 好 本公子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把署名天上的话 我就算你胜出 公子说话算话 当然 那你也不来也不来 你要什么事 你去做物件 你跟署名人vention 我说事 你贲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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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贲分散 我贲分散 你贲分散 大夫一言即出 似马难追 今日比试惊小六盛 太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诺 小六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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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鳌鸽 老大 乱严 小六盛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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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遇点规矩也没有 傻子站着干嘛 告诉我 你为什么 想成为我的侍寝婢女 回公子 奴婢答应过几件 要照顾好妹妹们 值得吗 当然值得 好 那我答应你 如果你可以通过我所有的考验 我可以放了他们 多谢公子 过来 帮我提须 诺 优优独播剧场——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